全球最大的并购案 并不在台湾 而在大陆 特别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 万科 遭遇到私募基金的恶意并购 我们要跟官媒提醒到 大家对于入资要有不同的观念 它不见得是共产党的钱 是民企 因为这一次万科的大股东 叫做华润控股 官媒华润控股是央企 王石的背景是央企在支撑它 可这个民间的私募基金 要准备把央企给干掉 然后并掉了万科 包括紫光它是民企 而不是国企 所以官媒要知道 大陆市场现在很恐怖 万民跟我们看这次万科 因为万科有多大 它是叫号称宇宙最大的 房地产公司 它的总资产就高达将近 超过两兆台币 那光是最新的土地营业面积 像今年前三季度 它开工的面积 就将近500万平 盖的房子 今年上半年 前三季500万平的新房子盖出来 所以号称宇宙最大的地产商 可是地产商老板叫王石 其实大家过去比较熟悉 可是他不知道 王石只是个专业经理人 就像联发科跟蔡明介的关系 他只是个专业经理人 他背后靠的是中国的央企 华润集团 华润集团是什么集团 没有 他是193年来成立 他是当年替巴陆军跟新四军 在香港成立的办事处 就是为了抗日 为了对抗蒋介石 成立一家公司 你知道这个央企够大了吧 万民哥 这个大陆的内资私募基金 胆子大到 要把习大大眼下的华润给干掉 去抢万科的经营权 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对大市长完全不了解 你帮我们做观察 万科最大的股东叫华润 华润这个字怎么取的 这华代表中华 润代表润资 润资是谁 润资就叫毛泽东 毛泽东字叫润资 所以这家公司的名字 插着旗子 就是毛泽东的元帅旗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宝能集团 在过去五个月 调动了四百多亿人民币的资金 买了他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的股权 我认为他没有跟华润集团 打过招呼的话 或者说得到华润首肯的话 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我想讲个八卦 非讲不可 官方 你知道吗 台湾TVBS最大股东叫做陈志亮 陈志亮背景 这台湾第一档 宝来投信发行的基金 就以陈志亮挂名 而陈志亮的办公室 就在华润大楼 华润大楼在香港很大 四十几层楼 只有一家台资公司叫陈志亮 陈志亮在把股权 卖给了王雪红 官方 这是背景故事 谁能在华润租办公室 那个背景都不太单纯 这故事到这边为止 以后再讲 可是重点是 华润的背景很强 竟然敢去挑战 去玩老虎的这个胡须 这胆子有点大 其实他不是说 去惹他的胡须 就是我觉得王石脑子不清楚 王石这几年 你看他干什么事情 就是第一个 做直升机爬喜马拉雅山 搞一个小明星 这个大家很有名的 这个小美女 这个田普君 对不对 就跟自己老婆离婚 离婚 然后跟他就分分合合 也不晓得到底结不结婚 对 就不干正事 他根本搞不清楚 中国金融市场的这个大事 对 现在中国的政府 所以王石是上山下海 对 现在中国政府 其实就是要提高 金融资本市场的效率 对 透过速度对不对 来拉抬中国金融市场的 这个能量 是 他的政策 其实就是把这个 大陆现在很流行的 所谓险资 保险资金 保险集团的资金 有计划的导入金融市场 导入黄地产市场 对 这个就叫做所谓的盘活存量 是 这是国家的政策 对 所以宝能对不对 他能够透过他底下的 这个所谓的前海人寿 对 还有几家这个控股公司 对 大量在市场 二级市场收购这个 万科 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基本上 他们不是分在台湾来买 观众有没有说 共产党的 不是意思 是像子光也是跟宝能一样 宝能的老人出生 他跟世光年纪差不多大 因为胆子够大 就开始疯狂收购 所以现在大陆这些 私募基金 他没有分什么台湾 韩国大陆 只要全世界 有肉吃了 他都要 宝能集团的老板 叫做姚振华 听说这个月初 也找了王石去跟他谈判 谈牌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进去以后当最大股东呢 你还是棋手 就是你还是 CEO CEO 我不会摇害你的地位 但是王石 所以我跟你讲 人不要这样子 这个就是保暖私营 一天到晚跟这种小三在一起 搞了自己 是什么自己 什么货色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当场就拒绝他了 而且摆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 直接就骂他说 你这个野蛮人 老子不跟你一起玩就对了 野蛮人这个词怎么来的呢 野蛮人这个词 就是1989年 美国有一个最大的 尤其也最大的并购案 就是美国最大的 所谓的并购公司 叫做KKR 就是刚刚俊也提到 KKR 他买了这家叫做 纳贝斯科公司 对 他这个 当时他怎么买呢 他花了1500 烟草 纳贝斯科烟草 烟草食品公司 ORIS也是他的 底下的品牌产品 他怎么他花了1500万美金 然后呢 这个是当时的KKR的老板 是 他这个叫做亨利克拉维尔 克拉维斯 对 他呢花了1500万美金 然后呢 跟什么 跟这个美国最有名的 这个所谓 垃圾债权大王 Michael McKinney 他们两个合作 合作 总共 总共花了250亿美金 把这家 杠杆做超大的 杠杆做超大 纳贝斯科公司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呢 几个人就把这个纳贝斯科 本来好的这些现金啊 通通给掏光了 对 然后纳贝斯科的公司 股价就一蹶不振了 业绩就衰退下来 其实王石骂姚振华 就是指他跟KKR差不多了 对 但是问题是 对不对 他不了解中国金融市场 现在面临到革命性的 这种结构性转变 这短期之内 观众 他从这个8月份 这个天津爆炸之后 到现在涨了94%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并购案 全世界都在关注 华尔街 全球金融市场的开展 对 中国